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收看剧场会客室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欣永培小姐 Olivia 刚才跟你谈论了很多 都是令人振奋的事 但我又知道你现在 在人生里面有很多角色 家人的女儿 妻子 妈妈 演员 导演 最近还写专栏 还写专栏 作者 作书 艺术总监 还有很多角色 我知道你刚才也说很想冲 有点傻气 但背后有没有忧虑 有的 我是一个 刚才说到很振奋 我是一个悲观的人 我都说是吗 意思是什么 我想我一直是要忧虑 我对很多人忧虑 但我也因为知道我自己忧虑 所以我迫着自己要走前 我要行动 因为我坐在那里就会忧虑 那我就觉得不行 我一定要走 走走走就没得忧虑 就是你踩单车 你承受了 是呀 或者你是打游击 你没得忧虑 人家被杀到你 你就隔他 你踩单车 你不要忧虑 踩不踩到呢 行不行 你会跌呢 你踩上去 你踩上去就踩 即时你去改变 原来不用的 原来是有刹停的 你踩慢一点 或者踩快一点 原来看到人去避 那是有刹停的 学习是由真的行动而来 这个是我的一个 我挺知道自己的一个问题 因为脑子发达 我想我们那些看书的人 常常在看书的人 常常在想想 你会想到十个忧虑 但原来我对我最大的致命 也是你太懂思考 所以我就要行动 好在我发觉 原来我身边很多人 当我行动的时候 他会来帮你的 原来我现在想搞什么 他们那些人就会 不如可以这样搞 可以这样搞 然后我们一起合作 去做一件事 正如我最早之前 我之前不是打算自己做导演 我没有想过做Leader 做老师 一个剧团站出来说话 今天这么说话 我很害羞的 因为近时你做演员 就是自己的角色 舞台前不会说话 那时候你怎么办 但是原来 慢慢慢慢 遗世所迫 你要去教书 可能你那时候 没有钱 那不行了 慢慢慢慢 开始找到我的方法教书 开始又找到我的特性 是怎样的 开始又发觉 我做演员做到一个阶段 哪个到我 没有办法 因为我又不满足别人的讨论我 我自己想说的话 很想说 但是没有人明白我说什么 没办法了 自己创作 做了一刻 就做了导演 难道每个人都在一人表演吗 要找一些演员 开始由老师的角色 由导演 去教一些新的演员 慢慢慢慢 开始我很享受这个角色 加上我做了妈妈 原来我发觉自己没有爱泛滥 是的 没有爱 我应该不是愉爱 不过我是很喜欢祝福 当然是要懂得祝福 有个妈妈也要懂得祝福 要不然你就养个怪物 或者养个拜佳儀 你要懂得什么时候我给你 什么时候我扶你 我什么时候去 在前面 过来过来 这件事是帮到我 去做 就是作为一个主持人 或者一个导演 甚至我家里做一个妈妈 互相之间是帮助的 但是如果你再问我的隐忧 就是 我觉得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艺术师 永远 那个所谓identity 就是identity search 是这一世都不完 就是 二十岁有二十岁有忧虑 三十岁有三十岁有忧虑 四十岁有四十岁面对的问题 我接受了这个原因 我以前是三十岁过后 哇 还不清楚自己 一条路就去 差不多到四十岁了 你会发觉 原来有很多事情 你在四十岁面对的问题 你会出现 我亦相信 原来我五十岁有五十岁的人生 六十岁有六十岁的人生 我觉得人生又不断是有困难 但是我觉得 首先不要坐在那里想 就是action 和我 正如我之前和他说 就是我 我小时候 其实我很相信我自己 有些年轻的事情 那种 很相信自己的吉菲林 要去做 很喜欢做 很 passion 做自己的事情 其实我一直都 继续要自己是这样的 就是你喜欢做自己的事情 我相信每个人喜欢的时候 你有精神的时候 你那个人一定会做得好 如果你不喜欢那个事情 又不喜欢那个环境 又不喜欢自己在做的那份工 你一定没有精神 那你又会病 身体会不好 你没有精神 你个人会 很多 negative energy 会走出来 你身边的关系又开始不好 你对人又会不好 对家人又开始不好 那些事情会产生出来 所以我觉得 最重要的是 你对生活 你会要 你喜欢你做的事情 但可能很多人 都会跟我说 Olivia 你一定可以 你有条件这样做 我没有 但其实我不知道 其实我不知道 当年我生过女儿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为一个妈妈 首先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健康成长 不知道的 你肚子里面十个月 你不知道发生什么 她出生之后 所以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发生 到今天我女儿五岁六岁 我也不知道她明天会如何 但是每天就是每一个学习 当你很快乐地 你很享受 你是很开放地 去接受生命给你的挑战的时候 我觉得 我得到很多 我得到很多 正如另一件事 我觉得 我今早都跟你说 我觉得 谦卑很重要 作为一个艺术家 也好 一个从事艺术人 以前 30岁左右 我 就是 我的艺术 就是我的艺术 就是 你发觉 原来你要对生命要很谦卑 你要对于爱要很谦卑 就是你对于 人道 这个东西 你要很谦卑 我发觉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发觉 原来我看到的世界很不同 很不一样 我的作品出来 比如我刚刚对上演出的演出 叫《家家春秋》 有人看完之后 觉得很涌动 他不是用感动 看到他说不到话 很多人出来的时候 他感到很涌动 我觉得 我在做一些事情 可能我对生命有种欠秘 因为我见到一些很厉害的艺术家 或者我见到一些很出色的作品 我见过 一些剧场的作品 他令我最震撼的 其实就是 他对生命的那种谦卑 就算在《Peanut包》 或者《Peter Bull》 不是技艺 绝对不是技艺 技艺当然超凡一定的追求 但最后你看到的 他对生命有一种很深的体悟 一种感悟 而那种东西是对人 是触碰到他的心 我是最想做的 所以刚才你问 最后的作品 我不希望 你技术有多厉害 你腿飞得多高 演员打了关斗 声音有多厉害 我觉得不是 而是一个作品 能不能触碰到他们 真正是令他生命里面有感悟 令他生命可以更加好 这是我在追求的东西 其实今天你跟我讲的时候 我有一件事很感激 就是你告诉我 你说你很珍惜的观众 来看你的两三个钟头 是啊 因为真的 你不是说 你刚才在说的就是谦卑的东西 因为你说观众 其实现在很多东西要做 是啊 买一张票也不是特别便宜 我自己都忙 很多东西要做 比如两个人可能要几百元 花两三个钟头也是时间 但是他们都来到去看你 你自己花了很多努力 很多时间去做的事 大家一起分享 那段时间 你说你是很grateful 是他们来的 你很珍惜那段时间 很珍惜 这件事我很appreciate你说的 多谢 多谢 正如我现在都很珍惜 我跟你见解 是啊 我也是 可惜时间到了 不要紧 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 OK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